六,三性 人有三性 一,天性 二,秉性 三,习性 天性是纯善无恶的 孟子说的性善正是指的天性 人负的性是秉性 秉性是纯恶无善的 群子主张的性恶正是指的秉性 后来的性叫习性 秉性是可善可恶的 净朱者赤 净末者黑 孟子说的正是指的秉性 以天性用事的会找人好处 以秉性当家的准看人不对 这叫有什么性就招什么事 天性有缘 秉性有根 前生的秉性就是今生的秉性 能化去秉性 天性就圆满了 不能化的一触即发 像被鬼迷住了似的 所以叫做无鬼 闹得家宅不安 又叫做五毒 令人害病死亡 他的根最深 独意拔除 人若是降服不住他 就难当好人 我说 业力随身 以致妄动无名 难以成道 习性是物欲所绕 秉性是人间的烦恼 能在道德场中尽义务 生戒算是拖出去了 会当人的 拖出了心戒 秉性化尽才拖出了性戒 不然怎能超出三戒外呢 神族既是德 神族就乐 乐就可以化秉性 脾气化尽 因果自了 去习性化秉性 圆满天性 人有三命 一天命 二宿命 三阴命 性与天命和 道义就是天命 性与宿命和 知识能力 贤才都是宿命 生与阴命和 秉性就是阴命 把这三命研究明白 你若用好命 你的命准好 命好 命不好 在乎自己 哪用算命呢 孔子说 不知命 无以为君子 不知人 不能打彼岸 知人的好处 是知天命 知人的功劳 是知宿命 知人的秉性 是知阴命 知命的人才是君子 好动秉性 消天命 好动怨气 消宿命 好占便宜 长阴命 天命小 要会长 宿命小 要会增 阴命大 要会消 命小 要会长 命大 命大 要会守 这就是天权在守 有人来见我 我先问他是做什么的 就知道他的天命有多大 再问他的家业和近况 就知道他的宿命有多大 看看他的秉性大小 就知道他的阴命大小 三命是三界 三界贯通 还有不知道的吗 人都没有为众人的心 只知为己 所以才遭的 我所以能成为善人 是因为我把为自己的心开除了 也就是把宿命掐死了 宿命是无尽修的 为他还有头吗 孟子说 修其天权而人权从之 可是人一得了人权 就不再修天权了 修德性是掌天命 学习技艺多积钱财 都是掌宿命 善用宿命的长知足能消英命 不会用的掌英命 只有掌天命 是一定可以消英命 现今的人只知用英命 众宿命 不知道掌天命 又怎能明白天道呢 以宿命为公义的掌天命 以宿命为自己享受的掌英命 所以说 有钱会花 抄三界 不会花的念难逃 香瓜苦的时候正长 天命苦的时候也正长 不说人的不对 不说人的不对是消英命 能忍才可以消英命 若能忍受大侮辱 便消许多英命 天命大的宿命也不小 宿命大的英命了不了 所以要指宿命 所以要指宿命了应命 掌天命 八 性命 性命是人的根 我得到了人根 那道根也就算得着了 道根是人的性 人根是人的命 性根若是好了 那命根也没个不好 可见人的命不好 都是被性子累的 所以我教人化性 人能化性就算得到 性是命的根 有得的人性量必大 性量大 命也必大 人的命都是好命 因为性子不好 把命也鬼带坏了 性是根 命是果 扎下根才能结果 人若是定不住性 就是没扎下根 若不认命也难结果 好似开个谎话 学到的人 一要化性 二要认命 性化了就不生气 不生气才肯吃亏 吃亏就是占便宜 认命就不怨人 不怨人才能受苦 受苦才能享福 可惜世人都不知道 把性命看清 把灵力看重了 古人说 修命不修信 此是修行第一定 修信不修命 一点灵光无处用 这话 把性命双修的重要 说得太透彻了 九四大界 智义新生四大界 迷信的人说 奈何桥上三条路 一条是金 一条是银 一条就是黄泉路 我说 用智做人就是金 用义做人就是银 以身心用事 就是走上了黄泉路 我常说 一个人必须把四大界 分别清楚 究竟怎样才算分清呢 若能本性如如不动 把世间的愚人都托起来 使他们成为大智慧人 便是智界 就是佛国的境界 若能心无一物 常乐无忧 便是异界 就是天堂的境界 若是贪得无厌 多忧多虑 便是心界 就是苦海的境界 若是为名为利 争贪搅扰 花天酒地 流连忘返 好勇斗恨 便是深界 就是地狱的境界 所以说 智界是佛国 异界是天堂 心界是苦海 深界是地狱 智界人没说 异界人知足 心界人好贪 深界人好斗 没说的叫做无心人 知足的叫做静心人 好贪的叫做操心人 好斗的叫做糟心人 糟心人是鬼 操心人是人 净心人是神 没心人是佛 深界人只知为身子做打算 有己无人 横不讲理 见着东西就想干为己有 干不到便宜 就想生气打架 总是发愁 所以是个鬼 心界人贪而无厌 总是不知足 满脑子妄想 好用鸡谋巧算 所以是个小人 异界人知足常乐 乐就是神 智界人一切没说 看透因果 不找循环 没说就是佛 人要想超凡入圣 得会罗界 生界的人互相揭短 心界的人互相争理 异界的人互相容让 智界的人互相感恩 佛界人不思而得 神界人思则得之 魔界人求才能得 鬼界人争才能得 智有智的性 它是无为无故为的 义有义的性 是性着人的 欲找好事就愿意 让给别人 心有心的性 它是贪而无厌的 一心为己 总想占人的便宜 身有身的性 它是破坏成性的 人己两伤也不知悔 所以说 心身两界 也绝不可叫他为主 只可叫他听命 讲佛经的人说 人死之后要入六道轮回 我说六道轮回都在我们身上了 何必向外求 人的持身行事 用智的便是佛道 用义的便是神道 用心的便是人道 贪取外物 不顾情理的便是悟道 专号上火的便是妖道 专号生气的便是鬼道 这六道每天都轮回在我们身上 何必能死后呢 佛说有三千大千世界 我说有四个大世界 得道的人一眼就看出是哪一界的人 以身当人的不论做到什么地步 都是个破败心 以心当人的不论怎么能干 也是个操心人 以意当人的不论事情怎么多 也不累心 是为活神仙 以智当人的不论遇着多么腻的环境 也不动性 就是一尊佛 有所忧患则智导 有所恐惧则意导 有所好乐则心不正 有所愤智则身不正 苦即生智 乐即生意 真了就是佛 假了就是魔 有病就是地狱 贪心就是浮海 会使用智的人 越遇逆境越乐 会使用义的人 意念多大 义气也多大 心中有泪 就是命中有泪 事实上必有泪事 不高兴是生心眼了 异像皮球似的 有睁鼻大小的眼 就露气了 性是本 智是根 是万事万物的根 根像雨似的 天雨本来无心 可是酸梨得了臂酸 甘草得了臂甜 智在天地之间 也像那一样 死心才能化性 秉性化了 而后亦成 亦成而后智成 这是一定的道理 秉性化了 就是亦 我们化世界 轻则用义 重则始至 能够用智的 万事罪孽 一笔勾销 可是魔来了 你可得定住 稍微移动 便是种子 把一切假事 看破 自然成真 天堂没有坏人 地狱没有好人 苦海没有真人 佛国没有假人 用智当人 是没有说的 不变的 你欺我 骂我 也是成我 你假 你诈 也是成我 就是杀了我 也是成我 以智当人 就是真 若是老公公 被儿媳妇骂了 便该立志说 你若能霸动我 算我当不起这公公 能这样定住 就是佛 是佛 就由神来保护 以义为主 就是个乐 乐 就是神 各教圣人 没有不是以智为主的 我听说 孔子 在成绝粮 仍然是坦荡自如 贤割不贵 又听说 耶稣被定十字架 三日复活 人就是人 释迦佛当 忍辱真人时 被哥立王 割结肢体 还说 我成佛 先度你 他们这种精神 是不是一样呢 所以我说 各教的形式 虽然不同 可是精神 是一样的 若是分门别派 就不对了 当今之事 诸天神佛 全在人间 可并没有 徒生落凡 夺谁的智 谁的灵 就来 学哪位神佛 哪位神佛的灵 就到 学哪位圣贤 哪位圣贤就来 遇着什么事 就学什么人 像摘花样似的 摘一个 做一个 孟子说 人皆可以为尧顺 就是叫人夺智 平常人 要不夺古人的智 终究是个平常人 真到了智界 半点火气也没有 只剩真乐了 十 学到 人的心里 总是好高 都是爱好 哪知道 事全在高上 坏在好上 好上 高处 哪里有道呢 人是正眼没开 把道没看错了 别人不做的 你去做 别人抛弃的 你捡来 那就是得 也就是道 向水的救下 把一切物全托起来 自然归服你 这叫托底 可惜人都好抢上 不肯救下 所以离道就越来越远了 世人都怕水深火热 怕死在里面 岂不知耗鸣的死在鸣上 耗力的死在力上 每天都处在水深火热中 自己还不知道呢 我讲到 不要鸣是入火不焚 不要钱是入水不腻 我学到先学损 学穷 别人学高 学奖 学问 所以 没赶上我 知足才能落底 知足才能得到 这是得到的要诀 道是天道 人人都有 并没有离开人 惊人 为什么没有得着呢 举例来说 一颗豆子 有了秧 必须向上度浆 把豆粒度成了算 人也有本 常寻思自己的本分 诚心求三个月便能得着 这是我求做活到得着的 好高是贪 怕坏是瞻 好好是孽 嫌不好是缺德 不禁止是丢天命 只一个好字 把英雄豪杰都坑害了